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9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乌逢区中正路是当地重要的连外道路 车流相当频繁 今年累月下来也造成路面多处损坏 凹陷 担心影响拥路人安全 在多方争取下 是否列入路坪专案最近完工 台中市长林嘉隆这天也特别到场视察 他也强调 目前路坪专案四年500公里的目标 渴望在6月正式打标 主干线跟旁边的这些测钩都要整理 市长林嘉隆蹲下身 仔细检查路面铺设的工程品质 乌丰区中正路是当地重要的连外道路 由于车流频繁 今年累月下来也造成路面多处损坏凹陷 如今在市府的路坪专案整治下 终于解决常年来的道路问题 乌丰的中正路长达2.1公里 那么是一个18米宽的道路 尤其是台山线经过 这里是串联 从太平大理一直到草屯 非常重要的主干线 那么完成之后 对地方不但便利而且安全 建设局表示 台中市推动的路坪专案 除了要求路基必须确实填平 恐该下地 避免路面出现下限状况外 对于路面标线也采用全国独创的抗滑标线 增加整体道路的耐用性 而市长也强调 目前路坪专案四年五百公里的目标 将渴望在今年六月正式达标 那么台中市已经四年五百公里的这个路坪目标 可以提早来达标 预计在今年六月应该都可以完成 目前已经有达到四百五十八公里 目前我们完成的道路是主要跟次要的道路 那后续我们会以生活区域为主体 以我们的老街 以我们的观光的景点 以我们的通学安全 这些做主体来进一步的做整体的规划 师傅也表示 台中道路平坦度连续两年 获得内政部屏蔽全国第一 从市区到偏乡全都有路坪专案陆续施作 未来也将低级争取基础前瞻建设 11.5亿的经费补助 让全市的大小道路都能够平整顺畅 谢谢陈伯瀚台中特不道